他不工作 不工作 大学毕业给他找好一份工作 也不工作 那啥 那是之前 就是高的进不去 低的选政勤少 不乐意去 人家有学历 什么学历啊 人家是文化业 您是大学毕业生 我不是 男生你什么学历 我初中毕业 你呢 我大学本科 也没有太高的学历 你看你说话酸酸的 不带这样吗 他总挑 他总说我没文化 我说话操理不操 这事也对的 你现在是做什么的 我现在做什么 我现在就是 反正不电之后 就是在酒吧工作 你在酒吧工作 那你呢 我一开始我毕业了之后 我确实没找工作 但是后来我就觉得 就是 后来找我 因为已经毕业了 而且已经有男朋友了 在花家里的钱 好像不太好 花我的 我也不是花你的 我也跟你说 让你帮我找工作了 然后后来我就去 这不工作还好 一工作去酒吧 我俩不是你一样下班 因为我喜欢唱歌嘛 我喜欢这个 他先唱完了 那你说 跟朋友 我说着呢 你说吧 他先唱完了 跟朋友出去吃饭 又出去唱歌什么的 往我说去接他回家 他还不用我 说你出来干啥不方便 我说跟谁方便 我跟我朋友出去吃饭 都能带着他 就我俩出去像他的朋友 我一个都不认识 这是为啥 我觉得他主要生气的 就是我跟我的 就是闺蜜吧 出去玩 然后不把他们介绍给他 我心里的想法就是 可能他们的男朋友 就是要不就是公务员啊 或者是当兵的啊 或者是那种 或者是就做生意的那种感觉 就是然后我 他连我出去没有面子 我还是出去 但也不是 我是觉得 现在还没有做好准备 把你介绍给我的 就是特别好的朋友 而且我们在一起 他们也都不带男朋友出去 就是我们说一些 比较私房的话 有男的在场 好像就说不出来 哎呀 行吧 你那会儿追他是喜欢他什么呀 就是一是 追了两年吗 对 就是觉得他那个性格挺好的 然后其实外形也不差 就不能说好 但也不差 然后对朋友真的就是挺仗义的 然后特别关心 但是出的像跟当朋友 结果就完全就是两回事 你跟你朋友不也挺搭的 我看我说他是一个人的 我听说的 女主机会是怎么发生的 然后我都不遵用 我听说是谁 我听说是谁 你让他大家看 我听说他都不遵用 我听说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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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看不懂 我听说是谁 你对谁 我听说是谁 我听说是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她的工作就是特别不稳定 而且可能如果不是有她的话 我大学毕业 我可能就回老家了 而且我可能生活得比现在 只是说可能吧 肯定会比现在更顺利 其实特别简单 就是想要一个婚房 然后她就是一直都没有 跟我特别多的表示 其实我父母这边 给我的压力也挺大的 她觉得如果勉强在一起的话 可能会降低我现在的生活标准 他们也不愿意看到这样的情况